中天新闻台换照在即捍卫媒体自由的声音遍体开花 欧望中时媒体集团最新民调对于新闻媒体的言论正不正确 人民判断还是当政者决定 高达七成五压倒性的民意认为该由人民判断 说要给当政者决定的不到一成 凸显出人民做主政府别越足带跑 再问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多元化 对台湾民主发展是否重要 九成民众说重要 而目前台湾新闻媒体的言论 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多元化 认为只有一种声音的只占两成二 如果媒体批评当政者会不会被秋后算账 这个问题民调显示会跟不会各一半 我想民众一致认为这个言论自由 以及新闻自由是相当重要的 那所以这样一个民调也反映出来 大家共同的期待 所以我认为这ACC 他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疑虑 能够清楚的解释 绿营议员也呼吁NCC必须公正客观 如果当政者强迫中天新闻台关门 会不会伤害台湾的新闻自由 民调发现高达六成二民众都说会 回答会的民众以年龄交叉分析 二十到二十九岁七成三 年轻世代占比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 任外关掉中天会伤害新闻自由 四成范略选民都点头 我们台湾社会追求一个进步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相信蔡总统苏院长都不愿意背上 伤害我们国家的新闻自由 这样的历史罪名 新闻言论自由是台湾民主价值 数字会说话 媒体言论正确与否 应该把决定权交给两千三百万人 小华明俊雷霆台报道